国家主席习近平 31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伊万·杜克·马克思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 全国政协副主席汪永清和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杜克访华的有外交部长 驻华大使贸易工业和旅游部长等 军乐团奏歌中两国国歌 明里炮21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杜克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 杜克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杜克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40年前 哥伦比亚政府审时度势 做出同中国建交的决定 总统先生的父亲是当时政府成员 坚定拥护这一决策 习近平指出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 是国际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中方一贯尊重拉美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支持拉美加快一体化进程 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委内瑞拉等地区问题 杜克表示 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十分钦佩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 希望学习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 各种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杨洁篪和立峰等参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